比赛行将结束 厦门女篮的球员从替补席冲向场内向夺了惯事的庆祝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WCBA常规赛的第14轮 今年新加入WCBA的厦门女篮 才拿到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胜利 现在出现在镜头中的11号就是卓石 今天他出场11分钟拿到2分 真理的果实肯定不是他造就的 是双外援何砍34分 黄雅琳得到16分 谢贤云得到13分 厦门队的夜晚 时隔10年的时间 WCBA厦门女篮重新回归联赛 这也是整个厦门重新迎来三大球职业联赛的首胜 已经时隔10年再一次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今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